《啤梨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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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一至五、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和你分析時事 狂張猛打 就是之前被人凍結了的心甘 是講他們的心路歷程 旁邊去看香港是要多爛 我不特別講蘋果 首先蘋果在回歸前成立 一直到2019、2020年 甚至可能應該是2021年 因為2020年國安法之後 他還有繼續推出 他一直在做 你說他犯法 你說他犯法 犯法就是拘捕人 作為一間有限公司 或者上市公司 是否可以這樣封他艇 清他本 其實 大家心中有數 你的證監批他上市 在市場上 我買他的股票 結果他被老闆犯法 你就拘捕他 或者編輯犯法就拘捕他 又拘捕他 又拘捕他 又拘捕我 但是當然 我相信我一直看著新聞 你有沒有看到有些蘋果股東出來 小股東出來 說要申訴 沒有 這一班員工也很矛盾 我在這篇文章裏 因為我不會熟過讀 如果不是太長 他們除了因為有感覺到 公司都好像是受爛 他們對公司有感情 但是他又真的做了事 而且 接管了 我們弄了我的老鼠去 看他可以開面 而且 老實說 亦都 很麻煩 負責的會計師 甚至乎我們說 沒有辦法 因為是蘋果 我們怕國安法 說到這樣 我真是想問,就算有國安法也好,欠薪就給了,清管之後計算,哪裏要給,或者現在的欠薪是哪裏給的,是破欠基金給的,納稅人出錢,其實蘋果是不需要去到這一步的。 好了,這篇文章有見,講過很多人,訪問了六、七個蘋果的前員工,做了十幾年的,做了幾年的,他們現在的動向,大部份去訪問的那些,其實因為他們本身做了媒體,在求職的時候也都見到,喂,別人一講蘋果,別人就有點害怕,如果你是另一個行業,就算你本身行業,媒體是在萎縮的,譬如有一個,這裡有一個當中接受訪問的,是說蘋果沒得做自己的資歷,他覺得, 沒問題啊,就別人做咯,誰知道,他都猛一聲,說中新聞就說,拉閘,立場就說不玩,還要被人串,中新聞,他就不能做咯,因為其他東西要摔水,那你,變了,其實他的經濟是很結局的,甚至乎,有一個拿回,蘋果就差他十萬七千元,可以拿回三萬二,可能七百萬,其實竟然是其中一份, 拍卡,現在的連身,我在這裏看這段東西,其實蘋果如果繼續在這裏,立場在這裏,中新聞在這裏,香港會有多亂呢, 就是大家有沒有想過,香港會有多亂呢,就好像以前那樣,香港從來都是很多聲音,分分樣樣,但是,不代表什麽, 國安法沒有那二十三條,我也深信香港人,就是以我為例,很懂得一條界啦,你有沒有這樣的需要呢,結果,現在有很多,其實真是,很雞毛串皮的東西, 你要記住那些自媒體,交流拍,那些,和你一個,這些有規模有經驗,真的有一千幾百人,一間,普通平哥那些我不知道,一千幾百人,你就算立場那些可能有幾百人,眾新聞可能有幾十人, 黑家正在跑新聞,當然是兩回事啦,雖然我認為,有時候做一些新聞,特別是外國新聞,做得好幾百人,是另一件事, 那你現在,其他一些媒體都縮了,收了皮啦,那你想怎樣搞得好, 好了,這一篇文章呢,它說,《評判日報》呢,在2021年6月,就因為多名高層被捕,因為《國安法》之後就停運了, 那麼,大約有千幾人,未能夠拿到,他們的6月份工資啦, 未放假期的薪酬啦,代通資金啦,等等啦,或者那些,長期服務金那些,不知道有沒有啦, 那麼,估計涉及幾千萬,那他們呢,就需要最後,透過破欠基金,去拿回一些特位的款項, 期間經歷過呢,勞工署登記啦,日本勞資審財署, 向法庭申請清盤,等等等等等等,OK? 首先,第一件事呢,就是說呢,勞資審財署最早的一批呢,就拿到, 勞資審財署的財團證明書了,證明一下你們的,蘋果是賺你們的錢啦,但是, 要搞清楚,蘋果,你拿到這個沒有用的,管理層已經是真正的狀態嘛, 是呀,判了蘋果,是呀,你欠錢,那怎麼辦呀? 這些恥路不通,好了,跟著呢,他們呢,就說,不如清盤啦, 高等法院頒領,由臨時清盤人處理蘋果的帳目和資產, 臨時清盤人去處理的,於是他們面對這個問題, 那誰去負責,申請清盤,找一個同事去負責, 那些同事就開始呢,有想法啦,第一,覺得公司, 可以這樣說,是這樣被人搞,如果這樣是不是,就是, 踩多腳去呢,始終是作為申請去清盤人嘛, 第二,那你申請那個人,喂,你又要, 露個名字出來,那會不會,尤其是, 現在講的一兩年前,甚至乎現在啦,那個氛圍底下, 會不會被人說呢,譬如說, 貨欠基金呢,首先呢,你們要,所有前員工, 要去勞資關係科辦事處宣誓, 那結果呢,其實,因為你經歷了, 這個,之前那兩個部罪,已經有些時間了, 那可能有些員工,有些同事, 有些同事,已經移民了, 那是不是個個可以去到宣誓呢, 那已經有個結了,那就去宣誓, 就是,宣誓完就按勞工署指示, 提交各項證明文件,OK,好了, 然後呢,他們呢, 勞工署就把這些證明文件交到保障基金委員會, 跟著呢,他們都是要入品的, 入品高等法院申請, 蘋果日報有限公司清盤, 破獻基金才能夠啟動, 發放的補償程序, 那麼,宣誓都說了, 喂,屌老大佬, 個個都不想, 那麼,到現在, 都是不知道誰清盤的, 就是到最後, 究竟是誰人, 我們做個範圍報告的, 有兩個人, 入品申請了, 是不知道誰人的, 那麼, 他說, 現在回想起來, 其中一個化名, 阿成的人就說, 他說, 現在回想起來, 局外人就未必理解過掙扎的, 他說, 為什麼當初, 我們成功令公司清盤, 是不是一個壞人呢, 畢竟我們對公司的感情是深的, 而且也覺得, 公司的資產可能凍結, 不會做到這麼絕吧, 他就是做到這麼絕, 就是做到這麼絕, 好了, 他說, 因為真的, 另外一個暗名, 也是化名的, 其實哪有同事想入品高院申請蘋果清盤, 他說, 如果你做了很多年, 譬如, 那你有些少數錢, 你又滿足不到法援, 你又要拿法援, 好嗎, 那你會不會用自己的錢去打官司呢, 你可能差幾萬元, 十萬元, 你用自己的錢去打官司, 可能花了幾十萬, 於是乎是很難的, 加上那個名字會報道出來的, 真的有些壓力的, 那結果呢, 其實是有同事呢, 是申請的, 那但是, 那個同事是誰呢, 兩年多來, 查不到, 什麼年齡, 確實驗不知, 究竟是哪個前員工呢, 那他們作為記者都查不到, 那我們沒有必要啦, 那終於他們拿回這個錢啦, 那他們打碼去這個西環臨時清盤人, 譚敬正會計師樓道, 就是大家一份法定償還書, 那要求他們在限期內, 清盤蘋果的欠身, 他們是破產, 就是那個管理人, 但是呢, 沒有職員聽他們的電話, 打碼去不聽聽, 上去不掃, 好了, 限期過了, 對方都不回覆, 接電話職員一聽見是蘋果, 就掛線, 那這些呢, 那你作為一個破產管理人, 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你要這樣? 就是, 我覺得香港政府是不是應該, 即是香港政府, 或者勞工處, 或者這個破產基金, 不要弄啦, 為什麼要做一些小動作呢? 真的老實說, 分分鐘, 我覺得這些事情未必有什麼指示, 又是他們自己, 就是啦, 就是啦, 就是這樣, 我弄拳啦, 你出現像嗎? 我覺得呢, 你香港死就死在這些, 好了, 政府都沒有, 你怎麼跟規矩做, 破欠基金, 好啦, 喂, 老實說, 我告訴你什麼意思, 也都沒有說什麼感情, 蘋果有沒有含架產呢? 記者裡面一代打, 不用說的, 但是, 打份工, 做過就出了, 破欠基金, 亦都是, 真是課我們教員仔,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僱主不能出糧, 有一個基本的補償, 意思就是這樣, 這樣就出糧, 打, 多了, 好啦, 他們都找去律師啦, 找律師啦, 但是都是, 沒有什麼幫助, 其實呢, 我不說太長了, 他們這裡裡面, 有些人其實已經移民了, 譬如去加拿大, 有些人轉過工, 有些人移民了去台灣, 但是呢, 啊, 心裡面呢, 都仍然是, 即是這一班, 《前蘋果日報》的記者, 或者其他, 就不和幫位啦, 都是, 牽掛著香港這個好命白的, 所以他們都經常會接些freelance來做的, 想著啦, 誰知道法國呢, 結果越來越縮啊, 那個環境, 為什麼呢, 媒體越來越少啊, 嗯, 是不是給得到錢給你呢, 就算是做freelance好, 都難不說啊, 因為那個收入太過不穩定, 啊, 結果他們現在, 我看這篇文章裡面呢, 其實他們呢, 都越來越多呢, 是相繼, 就是轉個行的, 嗯, 啊, 剛才我講過阿明, 他説呢, 現在的收入呢, 就只有離開蘋果之前的一半, 他說, 這樣都還可以過活的, 啊, 但是如果要去旅行那些事情要想啊, 他説以前在香港呢, 他一個長途旅行, 一年一次, 無所謂啦, 現在, 他一次長途旅行, 可能要花幾個月積蓄的喔, 這樣就變成, 考慮度又不同了, 啊, 他, 也都, 現在申請居留權, 啊, 應該是在加拿大那些阿明, 啊, 那其他有什麼好說呢, 老實講, 你由, 啊, 雅虎, 雅虎, 雅虎新聞, 向勞工處查詢, 究竟到現在, 有幾多個, 蘋果商和相關公司的全員工, 向勞工處申請破獻基金, 涉及的款項幾多, 有幾多人獲得, 發放這個, 特惠款項, 涉及的款項幾多, 勞工處一概不回答, 我就真是覺得, 這個就是最惹慘, 為什麼不回答呢, 他現在不回答, 為什麼不回答呢, 老實講, 如果以前就有大班, 十公前特首, 有蘋果這些, 負責, 於是在香港公開透明, 可以發展到, 真是金融城市, 其實你問心, 八九十年代我們還不是, 那時候是國際金融城市, 但是還沒有去到日後, 日後為何那麼厲害, 你以為你真是很厲害嗎, 就是因為, 有很多大陸的資金, 開始在那個經濟改革之後, 他需要去, 即是集資, 他需要出來, 即是要跨出國際, 第一步就是香港, 而西方的投資者, 也都覺得, 喂, 市場又不是很穩定, 香港又有法例保護, 於是你真的得捐毒後, 在這樣的環境下, 你就成為真真正的國際金融中心, 而其中一件事, 人家為何壓壓這一處呢, 就是認得, 也都因為人家認為你是一個, 沒有變到, 在九七年回歸, so far, 在很多方面, 雖然我們市民覺得有些變, 即是九八九九到, 但是, 起碼那個, 普通法, 或者基本那些資訊的流通, 開放社會, 喂, 每天早上七八點, 你才拿起收音機, 有個大班在那裏, 然後, 晚上, 有個王冬民在那裏, 千萬不要說, 他那裏你聽不聽, 其實作為一個政府, 做一個社會, 就算他真是明明好, 很厲害也好, 你都要讓他講, 他如果講得厲害, 自然有人會回應他, 難道你乖你, 真的可以變成真理嗎, 是嗎, 就不想聽他了, 那時候, 千喜年代那些, 現在講那個年代, 周融、吳志森他們那些, 喂, 和他那些, 那個, 那個, 那個 waiting, 我想是一比九, 那些人會選擇, 那些人會選擇, 千萬年代, 初初都厲害, 初初, 就掉了, 不像心慧自由風, 就drop了, 就drop了, 好嗎, 那時候未必, 我講得誇張, 可能六四, 為什麼呢, 有些人都認為, 憶民好過, 很大敵, 即使是, 老實講, 如果你只是很簡單, 如果不是, 大石摘死蟹之後, 就算你民建聯, 在過去十幾年, 你不要理他做什麼, 不要理他做什麼, 他講的, 都是要公開, 有民主, 有自由, 他都是這樣講的, 但是現在, 你只有白毛嘛, 我就是譚詠欣, 糟了你了, 美系, 周龍都不見了, 沒有啦, 可能他見到, 糟了你了, 喂, 你知道啦, Nancy最厲害的是什麼呢, 啊, 你都知道, 走得比你, 可能, 很難說, 好像加拿大, 你能分場賣樓, 賣了七彩呢, 報道說他, 他二十幾層樓, 是吧, 賣樓, 賣了七彩, 表力說, 外國, 大家投資, 買樓是時候, 周龍是有, 應該, 忘記了加拿大英國, 應該有英權的, 那就是外國, 好, 好, 好,